歡迎大家收聽、收睇號號雙雙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個題目 其實是一個非常根本 而本質來說也是非常簡單 但往往引起很大誤會的題目 這題目叫做環保運動中的人口迷思 其實我首次接到有關人口的問題 大概是中二、中三的時期 而這個所謂的介紹人 竟然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 為什麼呢? 雖然我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開始去大會堂兒童圖書館借書看 已經開始知道什麼叫做進化論 但對於這個理論有較深入的了解 都是要等到大概中二 我們膽粗粗 好,更上一層樓就由兒童圖書館上高一層 就去了成人圖書館 開始再看多些科學的書籍 那時候才是了解的 當時我就讀到達爾文 自從去進行了三年的環球的旅程 小獵犬號 回到英國之後 他走集了大量的資料的證據 已經開始建立了一個有關生物進化的概念 但他始終是解釋不到為什麼生物會進化 為什麼他不可以千秋萬代都保持不變 也就是說他找不到進化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都頗困擾 但按照他日記的記載 原來突破來自某一日 他就因為做夜太累了 所以他就說休息一下 看一些消閒的書籍 不過當然他的消閒的書籍 就不是我們的消閒的書籍 他竟然看一個當時的英國的學者 叫做馬爾薩斯 湯姆士 湯姆士 馬爾薩斯 寫了一本小書 不太厚的叫做人口論 他拿來看 其實馬爾薩斯這個很出名 可能大家都聽過 他就說 那月十九世紀 這個人口的增長 是必然按照幾何級數的增長的 而糧食生產的增長 最多都只能按照這個算術級數來增長 一個就是geometric progression 一個就是arithmatic progression 如果大家學過 小小中學的數學都知道 所以他就是說 這個糧食的生產 最後都是不可能追得上人口的增長 而這個所以就會有飢荒 就是社會的動盪 甚至是社會秩序的崩潰 就是無可避免的 這些災難 當然這是一個很悲觀的結論 達爾文的時候 他不是在乎這個結論 而是他背後的邏輯 就說是 因為生物的增長 是按照一個複式的形式來增長 永遠自然隔壁的資源 是沒有可能滿足到這種增長 必然存在一個很激烈的所謂生存的競爭 就是對資源的競爭 所以慢慢他就衍生出一個所謂自然選擇理論 就是我們經常都聽見的 什麼藥肉强食 適者生存 所以他這個人口的複式增長 當時我自己看這本書 就是看這些有關的書籍 就了解到 原來這個人口的增長 是複式增長的 可以很迅速的 但即使是這樣 當時的我 都未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思想帶來最大的衝擊 都是要等到 其實都未來 可能都是中三中四的時候 我就看了很多 在《成日圖書關》借閱了很多 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他除了寫科幻小說之外 他也是一個很出名的科普作家 他出了很多本科幻的散文集 差不多很多我找到的都看完了 其中一本裡面 他就有幾篇文章 就是講人口增長的問題 應該說回 我應該讀中一的時候 雖然我不知道 1968年 美國一個學者 叫做 保羅亞列治 Paul Ehrlich 發表了一本 叫做 《人口炸彈》的書 叫做 《 Population Bomb》 其實在學術界 都引起很大的空洞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想到 原來這個 人口急速增長 是很嚴重的 但當時阿西莫夫 以他一貫非常清晰的 深入淺出的不足 來介紹這個問題 來講解這個問題 第一次提出 就是 原來當時人口的增長 最重要的是增長率 關心的是年增長率 每年增長百分之幾 當然另一個 從這裏可以計算 一個叫做 倍增期的概念 叫做 《Dubling Period》 即是多久就會回一回 原來當時 我講的是70年代初 其實 世界的人口的增長 速率達到 百分之三 當然大家聽到百分之三 好像不是很厲害 如果以經濟增長 百分之三就沒有特別 但原來人口增長百分之三 就算了倍增期 原來倍增期只是24年左右 你想想 24年就能回一回 100年入面有多少個24年 即是不止四個 你回一回 即是Double 再回一回 就四倍 再回一回 就八倍 再回一回十六倍 你再上去是32 可能大家還記得 我之前講過一集 就是複式增長的威力 記不記得我一張紙 對接五十次 有多厚 說出來沒有人會相信 答案就是 原來厚度 是遠過由地球到月球的距離 而更多很多 或者說 一個國際象棋的旗盤 那六十四格 第一格就放一粒 第二就放兩粒 如此類推 根本未到六十四格 全世界的穀物 加起來都不夠 找不到數 所以阿西莫夫當時 他解釋這個問題 複式增長的威力 但最令我震驚的 就是他的結論 你知道他也很厲害 他自己思考 就是極端思考法 我最喜歡極端思考法 他就說 如果按照這樣的增長 我們很容易計算得到 什麼時候 人類 所有人 接上來的總體質量 是等於地球的質量 當然是荒謬 這個問題也是荒謬 但他是專門問這個荒謬的問題 明知不可能 但他也想算一算 原來他一算出來 確實的答案 我不太記得 但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是幾百年 幾百年 人類的歷史都幾千年 金字塔到現在都五千年 但問題是 按照現在的百分之三的增長率 不出幾百年 人類的總質量等於地球的總質量 應該不可能 在未達到這個景地之前 一定是世界大亂 人類末日 當時我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因為那時十多歲 你可以說是多受善感 我陷入了一處都幾抑鬱 和一種很焦慮和恐懼的狀態 一段長時間 因為我覺得文明崩潰 甚至人類滅絕 似乎是一種無可避免宿命 真的有趣 我第一次有類似的情況 發生在小學六年級 看瓊瑤的處女作《窗外》 我看到結局之後 我心裡很討論 有一段長時間 小鹿而已 好像很抑鬱 但那時只是抑鬱 沒有恐懼 但後來到了中三、中四 就有恐懼 另外因為我已經成為了 一個科幻的發燒友 而是不斷狂傾很多西方的科幻小說 之後發現 其實不少的小說 應該都是受到 保羅亞利治的《人口炸彈》這本書的影響 都是以人口爆炸 《population explosion》為題材 入面說到生態崩潰 和文明崩潰 各種的景象 都觸目驚深 由於大家多數都未看過那些小說 我就不逐一去說 我只是想說 直到1996年 以外星人侵襲地球 為題材的經典科幻電影 《天煞》 即是《independence day》 其實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記不記得大家 去審問外星人 才知道外星人 因為數目增長得太迅速 他們家鄉的星球 所有的資源都被他們耗盡了 所以沒辦法 在星空中擴散 四出去找一些適合居住的星球 有適合的資源 但是去到星球 很快的資源又被他們耗盡了 就好像地球上的那些蝗蟲 去到哪裡很快就什麼都被他們吃光 他就沒辦法 不斷地向外來擴張 去到哪裡就侵略到哪裡 所以地球不幸運 剛剛就在他侵略的路程 所以就沒得和談 一定要打 但是說真的 當時1996年 我年紀都不小 已經不再是當年十多歲 那麼容易被人欺騙 也知道人口問題的性質多些 我真的在戲院看 那部戲 1996年就是我第一次移民澳洲之後 第一次入戲院看的戲 就是《Independence Day》 但是那時我一看 我一看到那幕 就是解釋 外星人怎麼連侵入地球 我就已經 眼言失笑 搖手探飾了 為什麼呢 就是待會就會解釋給大家聽 讓我們回到環保這個話題 有很多人認為 無論我們怎樣說 要節約 要循環使用 綠色生活 其實都是多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環保人士 有些人批評這樣說 很多環保人士 有意無意地 是不敢提出人口增長的問題 而人口其實就是 好像英文言語入名的 防中的大象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為什麼環保人士比較少提 對於一些右派的人士 特別是美國共和黨的人 他們就會指出 這些是因為左膠 是惡於政治正確 而不敢說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大半世紀 人口增長最強勁的地方 都是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 在他們眼中 這些人又窮又要生 所以搞到地球這樣 實在是怎樣 實在是怎樣呢 其實在我今天 就踢爆這個人口的迷思 確實的 過去幾十年 無論是個別科學家 以及後來聯合國 特別委託進行研究的 專家小組 都已經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今天 人類的經濟活動 對環境生態的衝擊 破壞 有時我們會用生態捉印 即是Ecological footprint 這個概念 已經是遠遠超過大自然 可以自我復原的能力 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已經出現了 所謂過災 或者是超負荷的情況 就是英文叫overload 即是對地球 而進一步的研究顯示 即是有些科學家 計一計就知道 如果現在世界上 每一個人 你知道現在聯合國 公佈已經是 剛剛過了八十億 人口 如果地球上 現在每一個人 都生活得 好似一個典型的美國人 即是他們用所謂 Typical American 即是拿一個平均 這樣的話 我們至少需要 五個地球的資源 才能滿足得到 這當然是荒謬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有一部份熱衝於環保人士 即使不是油膠 但也確實認為 人口不斷增長 是環境災難的懸空 而要阻止災難的發生 除非世界的人口大幅下降 有時甚至他們會認真地說 歷環狂瀾 我相信至少要死一半的人 才有希望 我第一次聽見 我都很震驚 我真的不知道 講這些話的人 他有沒有想過 減少一半 究竟是怎樣可以發生呢 以及他本人 及至他的親人 會不會在這一半之列呢 不要忘記 第二次世界大戰 已經死亡多了 總死亡的人數 只是佔當時世界人口 只有百分之三點五左右 你說現在用水百分之五十的人 即是要比二次世界大戰 還要慘裂十幾倍 的人道災難 還有不要忘記 這只是以百分比來計 以絕對的數目來計 當然死亡的人會更多更多 如果說世界要這樣才能夠 得救 得救的世界 已經是一個完全喪失了人性的世界 還值得我們去救 還有一點 就是要提出 很多建議 要死一半的人 可能從未想過 即使世界人口減半 按照之前科學家的分析 我們還需要2.5個地球的資源 那有用嗎 即是現在我們說要5個地球 但你減半 都要2.5個地球 對不對 讓我們再深入看一看 根據一個組織 叫做全球足印網絡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的計算 美國的人坤生態足印 叫做Ecological Footprint Per Capita 是丹麥 丹麥我們也覺得很先進 但它是丹麥的1.5倍 是西班牙的2.2倍 是中國的2.5倍 是印度的7倍 是乾果的10倍 有多 好了 大家想想 如果真的要殺死地球上一半的人 你認為應該先殺美國人 繼而殺歐洲人 甚至日本人 甚至香港人 因為我們也不差 這是作為世界上的GDP Per Capita 還是先殺印度、印尼、非洲、中南部 中美洲、南美洲 也就是第三世界 國家人民 答案當然是不言而喻 我們經常說 不患寡而患不困 好像是老生常求 但其實仍然是今日世界的活生生的寫照 事實上科學家曾經計算 只要地球上的人超過100億 即我們現在80億 而我們很適當的運用資源 地球上每個人都仍然可以得到溫飽 印度聖雄甘地說過 他說大自然的資源可以滿足我們的生活所需 但不足以滿足我們的無窮的貪念 當然他用英文寫是更精進的 他說Nature has enough to meet everyone's needs but not everyone's greed 回到人口爆炸的命題 話說1972年時 有一部荷里活電影 名字很有趣 英文大草字的 ZPG 通常Z點一點 P點一點 G點一點 為甚麼呢? 原來是一個宿舍 ZERO POPULATION GROWTH 即是零的人口增長 話說 未來世界中 政府為了挽救世界 禁止人民生育 簡直不准生孩子 不用說電影中的主人翁 男女主角 要違反禁令 因為他太想有子女 秘密生了子女 最後要逃亡 當然未來的措施 當然是虛構的 當然是被中國大陸實行了 近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 更加極端 但是 我當時是不知道有這部電影 1972年 我到了90年代才知道有這部電影 但當我知道之後 又是一樣 我真是雅然失笑 你想想 可以拍到整部電影出來 有這麼多人參與 有這麼多的投資 但是背後的意念 完全是不成立的 這是垃圾 因為你想想 如果是完全不准生育 你經過一代或兩代 當現在的人死光 就不是ZERO POPULATION GROWTH 而是ZERO POPULATION 那部電影的電影 應該就是ZP 很多人都搞錯 以為要壓制人口增長 就不生子女 誰說的 誰說的 什麼邏輯 其實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 兩個一男一女結婚 他只要是生兩個子女 他不多於兩個子女 的人口就會達於坤衡 是不會變的 因為這兩個父母 遲早會死的 遲早會死的 他們的子女 也會結婚 但是每一對夫婦 也只是生兩個子 長遠來說 父母是會過世的 而子女又會這樣延續下去 原來就這樣生兩個子 這個現在是穩定的 我們術語上 就叫做補充水平 叫做replacement level 這個replacement level 其實可以說 你解決人口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但這也可以說 是一個唯一的解案 我叫做unique solution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多於兩個子女 自不然生三、四、五個 就是一個複式增長 或者是指數增長 就是exponential growth 到頭來一定是災難 但回到頭 如果兩個子生少於兩個 就是兩個生一個 兩個生一個 不要說那些不生的話 這個人口其實也有一個 指數遞減 是exponential decrease 現在很快地 一路跌下去 最後就會去到零 可能是一、二百年後才發生 但這是一個邏輯結論 所以 其實 我們說出生率不斷下降 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 包括所有老齡化 安老服務 退休金支出 勞動人口不足等等 只不過都是一些過動性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邏輯上說 這個出生率下降 真正的問題 只要你的出生率低過死亡率的話 結論就是人類滅絕 結果 滅絕後 什麼都不用說 回到歷史現實 確實二十世紀是一個人口大爆炸的世紀 但其實這是一個全球性的 我們叫做人口轉型的現象 叫做demographic transition 也可以說震痛 為什麼呢 原來人口學家研究過 差不多研究過所有社會都成立 就是說 當社會貧窮 和科技、醫療技術不發達的時候 必然是一個高出生率 和高死亡率的社會 當然 他們的人口都會增加 但不會很迅速 但是 當社會的經濟未是很發達 第三世界國家就是這樣 他已經引進了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 起碼都有一些藥物 所以很多傳統的傳染病 殺死很多人那些 可以受到控制 但其實他的經濟未改善 所以人的心態未改善 因為他們習慣了生得多 因為你生得少 兩者 第一個 腰節都很高 養不大 第二 他們的子女大了 可以幫忙 負擔加計 所以 就會出現一個 就是 低死亡率 但是 出生率還未下降 的階段 噢 這樣就糟了 出生率是遠遠高於死亡率 人口就會飆升 這就是人口爆炸 這就是為什麼 去到六、七十年代 全球的人口增長 去到百分之三 這麼驚人 因為 人類的歷史上 百分之三是屬於很高的 但是 人口學家研究過 當一個社會富裕起來 歷史上有很多例子 自然死亡率下降 但出生率一樣會下降 人們就不會願意生十個八個 甚至五個六個都少 最多三個四個 最後可能是兩個三個 甚至一個兩個 現在最糟 更糟 這就是大問題 出生率下降 引起剛才我所說的問題 所以 20世紀這種人口爆炸 其實就是Demographic Transition 我們這樣說 剛才一方面 人類的經濟活動 已經令到大自然出現一個超負荷 但另一方面 我們說 如果真的要過度Demographic Transition 第三世界國家 即是很多發展中國家 仍然需要發展他們的經濟 改善人民的生活 而達到小康 然後他們的出生率自然就會下降 人口不再是甚麼問題 但是 又說現在已經是超負荷 他們又要繼續發展經濟 那怎麼辦呢 唯一的邏輯結論就是 現在的富裕國家 即是已發展國家 經濟增長必須大大減低 大大方緩 最後甚至達到零增長 另一個說法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要進行一種 去增長的過程 叫Degrowth 當然 這個說話事實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撇開主流經濟學家的經濟教條 不要說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1992年 在里約熱內勞召開的地球峰會 Earth Summit的前夕 已經不少人 包括傳媒 批評美國人的過度消費 就是破壞環境的玄空 當時美國總統老布殊 George H. W. Bush 他被問到這個問題 你的回應怎麼說呢 他竟然說 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是絕無妥協的餘地 原文就是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s not up for negotiation 即是有什麼好說呢 幾年之後 有一個美國右翼的智庫 也很出名的 叫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美國企業研究院 在一份發比會員的通訊裡 竟然這樣說 即是被人找到出來 他說 如果你想保護你的財產 保護你的子女和你的信仰 這樣可持續發展 就是你的敵人 死不死 他的原文是這樣 我也記得 If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property your children and your God 寫上這樣寫 then sustainability is your enemy 這些就是典型右趴的思想 這些真的會陷入人類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但當然 我們怎樣才能對抗這些龐大的勢力呢 這是一個可以說三天三夜都說不完的題目 暫時我都能夠留給大家自己思考一下 好了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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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